柯文哲现在是深陷了金华城的弊案 同时他的商办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日前他的妻子陈佩琪 媒体专访的时候 特别拿出了商办的银行明细 他就是要证明这个商办 绝对是用总统选举的补助款来购买的 但是在这份明细当中 就被发现似乎有些猫腻 这个是民地党政策会的执行长 王一传他就质疑了 柯文哲的账户里头有三笔 是在三十秒内完成的 第一笔四十万仲介费没有问题 那么最后一笔四百二十万 是买房的契约款也没问题 但夹在这两笔中间有一个一百五十二万 他完全都没有解释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金流让大家一头雾水 此外他还发现了 在这份明细当中出现了 民众党新独师议员李国璋 他的名字 这个时间点就在五月二十一号九点的时候 他汇了二十三万进柯文哲的账户里头 好 现在就很疑惑了 如果是党务相关的 怎么会汇进柯文哲你个人的账户里头呢 好 现在他也出来澄清了 其实这笔二十三万是农地整地的剩余款 那么民众党这回也说了 希望王益川把心力花在正确的事情上 火药味也很识足 陈佩琪才秀出账户明细 想证明先生清清白白 但仔细看看又被揪出疑点 今年五月二十一号 民众党新竹市议员李国璋 汇了一笔二十三万元款项 到柯文哲账户里头 王益川质疑身为民众党员 汇款给党主席 这到底什么状况 但有疑问的还不止这笔 在网上看看柯文哲账户中 短短三十秒内就有三笔支出 比对购买四千三百万商办明细 其中四十万是仲介费 还有四百二十万买房签约款 中间怎么夹杂一笔一百五十二万 这个时间应该是预约转账 所以代表陈佩奇是会转账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操作ATM 这个第一个就很奇怪 民众党要王益川多花点心力 在正确的事情上 但金流已云剪不断理还乱 目前看来似乎越解释越混乱 华氏新闻黄炯林志淳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雷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